情殺案告別室不見凶手家屬 林佩甄母親痛刺不負責任 昨天是情殺案死的林佩甄的告別室 林佩甄的母親在電話中哭泣 痛罵凶手父母至今對死的家屬不穩不穩 這起上個月震驚社會的情殺案 有台大學歷的張燕文 因為個性暴躁 林佩甄受不了想要分手 他想挽回跑到女友住屋處談判 遭到拒絕後 竟遲到殺死林佩甄 還遲到自殘數十刀 昨天林佩甄同班同學 特地從台中北上 每人手持白玫瑰在零錢之一 也有同學特地帶千子賀 祈禱林佩甄能遠離生前的痛苦 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動新聞 台北報 有的 牛蝶 有的 釋放